從上帝的視角看臺灣 一故導演齊柏林 為臺灣留下許多珍貴鏡頭 他的兒子齊廷環 延續爸爸對環境的關注 成立環境教育基金會 還經常受邀演講 想不到卻被說是在吃爸爸的老本 畢竟在推動環境教育的路上 確實不容易 那基金會也一直是一個 生存困難的費用力組織 所以還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這個月十一號 齊廷環受邀到苗栗縣立 圖書館演講 想不到承辦人疑似誤傳訊息 內容寫著齊柏林導演的兒子三十歲 靠老爸的餘印就能吃一輩子 隨後訊息又馬上被收回 但齊廷環已經看見 當下真的氣炸了 於是向台下觀眾說明後 就取消演講離開現場 承辦人一路追著齊廷環解釋 表示傳錯人 更讓齊廷環無法釋懷 心裡會覺得很委屈吧 就是說一直以來 為父親的理想跟職業去做拼搏 事後齊廷環在臉書發文表示 如果有靠爸過爽爽就會大膽承認 但其實父親過世後留下巨額負債 三輩子都還不完 做基金會搞環境教育也根本賺不到錢 齊廷環更感嘆 如果可以也希望爸爸還健在 事件引發關注苗栗縣長 中東警更是震怒 發文說一定是我做得不夠好 才會養成如此的部署 齊柏林先生對臺灣的貢獻擺在眼前 怎能如此放肆 誤傳訊息的陳辦人已經請辭 苗栗縣服表示未來有機會希望還能邀請 齊廷環到苗栗來做環境教育工作 近新聞 張建中 馬竹青 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